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智信集团终于不装了 姓张大 国姐和小哥子有危险 这世界上竟然有人能让他俩陷入危险 国姐 你上次受这么重的伤是什么时候啊 是最后一次打地狱圈吧 等会儿改过姓董 你靠着锦锡贺锡贤奏 要走就一起走 好 那就让这些东西看看安利亚的势力吧 截招 是吗 可恶 精神的攻击竟然没用 我们一起冲向那个塔 看能不能靠他里的地势夺得一丝生机 走这儿 那里可不是你们能去的 这个声音 是望转弯 咱们竟然能控制这些人 标出榴架 是张玄 这些就是安东阳说的 林木守卫 这些东西 需要杀个死 咱们又跑来一个 神皇 张玄 你来了 好了 咱们换个地方 这些东西没那么容易死 张玄的逾气又紧紧了 这个墙窝和小个子都没法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张玄 刘教授醒了 刚才没注意 你脸上怎么这么多伤啊 我都让你拜托这塔子沙漠揍了 噓 别说漏了 但是刘教授好像疯了 不存在了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历史都是假的 我们问不出来到底发生什么 张玄 你想知道吗 来求我 废话真多 波姐 她晕了还怎么问啊 你还指望她说实话 呃 您说的对 我们之前看到刘教授被带进了青铜塔 等她出来就已经疯了 看来要知道缘由 还是要去青铜塔看看 我去塔里看看 他们交给你了 你自己孝行 我觉了那个她有点不对劲 你还过去干什么 要是下面那些东西再醒来 我自有办法对付那些守卫 还真的没反应啊 你怎么知道他们只会攻击玉器者 经验 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进去了可要生死自负 刘教授成了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我没保护好她 如果里面真的有治愈刘教授的线索 即使通往地狱 我都要进去 哼 利刃怎么把这么天真的小功能 送到九局啊 这 这 这些生物 都是传说中的生物 原来这就是神法会的血脉反左的真相 神法会从哪抓来的 不好 不好 不要小心 这么回事 血脉反左计划 南部2419号实验品 紧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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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送你 回家 这不是玉器 他竟然能让玉器消散 神法会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对不起 虽然同情你的遭遇 但我只能终结你的痛苦 我张玄对天发誓 那些对你做了这些事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神法会 必会覆灭 小心点 刚给你包扎好 不要用玉器尝试恢复伤势 伤口会变得更严重 神法会针对玉器者 真是研究出来了不得了的东西 他 他 刚才是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怪物 我对了玉器 那些手会会不会闯进来 你看着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 我来自匆匆夜色 我藏在哪个角落 别问我究竟为何 我天生主角命格 所以再看不见是我做我自己 神佛 山海的山海之外 主宰着祸被主宰 如果你看到奇怪 因为你走错时代 被钢筋水里覆盖 谁听过他们自败 会买坏 拍摄我们 快点 금 hade 着 Come G